大家好,我叫林彥廷 然後我現在在聖上美方工作 然後我是台北的 然後我是...我剛跟聽警方講說 現在很多可能南部的人會去北部找工作 大家可能覺得北部的就業機會比較多 可是我剛好是相反,我是從台北跑到南部 剛開始在...我剛開始直接... 那我直接進入主席好了 然後剛...我叫林彥廷 然後我的外套叫阿瑪 麻煩的麻... 麻煩就是那個大麻的麻 對,這樣比較好處 然後...合機九年次 然後...好,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後面人格陣幫我臉書 好... 剛才說要怎麼辦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讓生活多遠得去 因為我覺得...剛好我是從事業務工作 所以我就是會接觸到一些... 各式各樣的環境 因為它不是局限在一個工作環境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一點就是...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要有四個整體 就比較雜一點 那第一個就是... 比較... 就是大家有接觸到就是彈顯 就是第三承認證 這個大家可能有些有聽過 有些沒聽過 那大概就是讀書會跟... 呃...我們學校的化妝 因為我本身是讀那個...化學... 化學材料 是高音大化學材料與工程系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工藝外拍 就是我自己的一個期望 對...好... 好... 呃... 強制限跟第三承認證 強制限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政府規定一定要到的嘛 但是...大家可能之前... 就是強制限其實一開始沒有這個東西 是後來... 政府一定如果要保障就是一些... 意外... 造成就是家屬啊... 沒有一個保障 那政府就規定說要有這個選擇 對...好... 那... 就是一百年的... 雖然資料研究 但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一百年的那個... 摩恩斯大使命 它是... 第六名就是意外... 就是事故傷害 對...那也就是說... 呃... 因為人民可能都會走 只是走的一定是什麼 那第六名就是意外 對... 那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對我來說 就是... 全民終結戰 但是意外不是來這麼誇張啦 對... 對... 好... 那... 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 呃... 這樣有...三種情況 那...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能有些有... 有去看過就是那強制型的保障單的話 那大家就知道說... 它就是領賠什麼 可能有些人可能就知道 跟大家就分享就是... 欸...如果是狀況一... 它是那個... 機車駕駛人... 自己摔... 可是還是臉長 那這個強制型... 那是... 但是沒有賠 那可能有些人會誤認說... 欸... 欸... 車禍就跟強制型有關係 其實是... 不是... 不是非常正確的東西 對... 那... 那... 那狀況呢就是... 呃... 機車A跟機車B互重 那互重的時候是... 我們A跟... 對方的機車B的那個強制型做... 做請...做申請 然後機車B跟... 機車A的強制型做申請 那並不是說自己跟自己的強制型的申請 所以要是... 呃... 第三個狀況就是... 機車A... 狀容機車B... 可是... A有買的... B沒有買... 那... 呃... 這樣子的話就是... 呃... 直接做申請... 但是... B的話... 因為... 欸... 因為... B沒有買... 所以... A要跟那個... B做申請是沒辦法的... 但是... 政府有一個就是... 呃... 意外事故... 欸... 意外事故特別無償金吧... 基金那什麼... 就是... 你可以直接跟他做申請... 然後就他會再做過去的選領子 那... 那... 強制型的大家就是... 他主要的領培那種是... 死亡跟殘廢... 還有就是... 傷害醫療... 那這個就是大家可能... 可是... 就是當... 呃... 出車禍的時候可能... 會找那些財務存資格... 但是強制型的這件是沒有利培的... 所以... 很多人會發現說... 欸... 假設在發生社會的時候會發現說... 欸... 對方... 假設認出過失的比較多... 那你的那個... 對方可以申請說... 欸我要... 你要陪我機車的部分... 你要... 陪我機車... 賠償... 但是... 會發現強制也沒有做利培的... 那第三個責任寫的部分呢就是... 這張照片就是... 當... 出車的時候可能... 可以出去... 對... 可以做一個嚴重的生亡... 他生亡的時候... 這樣打的話... 其實是不太夠的... 所以... 呃... 像家屬大概可以... 就是... 那家屬還可以再申請一些... 額外的費用可能是... 我們可以等下... 之後請律師做服從... 就是... 好像在民法上是一個說... 心犯入權的啊... 還是什麼的... 是嗎... 心犯入權... 等一下... 現在... 現在你先包...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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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死亡... 就是... 還可以就是在補... 就是在那個... 把那個... 差額再補起... 就是死亡跟殘廢... 好... 再來... 最重要是有... 財務損失... 所以第三個恩賢... 它其實... 因為它這個費用... 一年來這樣子...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 它是可以再... 就是財務損失... 對... 好... 意思是剛才笑了一下... 不知道怎麼意思... 好... 那就是... 這張照片是那個... 之前那個... 葉少爺... 葉少爺的照片... 但是... 即使我們非常乖乖的... 去遵守交通法規... 但是也很難免... 不會遇到葉少爺... 那就是意外... 意外就是來自非常突然... 對... 好... 所以... 就是... 就是... 機車和組織非常適合... 就是要再加往... 建立再加往就是第三個恩賢... 對... 那你現在不知道說自己有沒有... 那可以... 適合再問我... 對... 好...ok... 這個是我實際啊... 因為我之前也是不知道...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末年那個時候... 是我同學... 他... 出車禍... 那時候我就陪他去領培... 然後... 那這個... 就是這個... 他去警察間... 因為他主要是... 他過世比較多... 所以他之後... 他去做領培的時候... 他陪了7000多塊的對方... 這樣子... 就直接給他進來... 那我畫起來... ok... 那這邊有個... 可以沒有... 可是我畫實在超過... 對... OK... 那他不好啦... ok... 讓生活抽點... 而且他這個比較特別的團體... 就是大家的影片... 有意義就是很多... 很特別的... 可以去看一下... 好... 大家要跟街大街就是... 呃... 大家考不出位... 那這個是一個文化部的那個... 產業公告... 那就是... 我們韓國人... 新加坡... 台灣人... 台灣人他讀的書就是... 一年才兩本... 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 我們目前... 但是我們大家自己... 大家心裡有的時候說... 到底... 一年代有閱讀多少本... 包括一個月到底都有很多本... 大家都自己知道... 有在閱讀習慣的話... 對... 但是我覺得... 學習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想在... 世界上... 沒有7度一生... 就要不斷的學習了... 那可以透過略... 那讀書會有什麼好處呢... 欸... 這是... 中式有黃金... 對啊... 再次... 激發創意跟思考... 還不是... 以古為經... 就是那個歷史書上... 那些書上... 一些人生經驗... 會長得去學習... 那再次是... 近期聚會跟... 等於是... 那這次日期是...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六... 是嗎... 欸... 目前日期還沒有確定... 第一次我們先試信啦... 所以我們是在... 這個禮拜六... 但是其他時間的話... 因為其實我們剛開始在運動... 其實還蠻很開心... 四月二幾... 對... 最近這一次是四月二幾... 所以我就是... 我... 那時間是... 早上八點... 定點在這邊... 定點在這邊... 那就是...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們系上的東西... 對... 高麗大化財系... 剛剛系也... 這是化妝品啦...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幫我們... 化妝品... 我覺得我自己很好笑... 就是... 有空...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以為依化財系為用... 所以我這樣不是做化財系的東西... 但是... 我就覺得... 可以幫我推廣的東西... 好... 那你現在好像... 四個商品... 欸... 欸... 我剛才請攝影師拍照... 欸... 就是... 那個... 就是... 我覺得... 其實這會很好用的... 我剛才是... 公司昂耗... 又覺得... 都好像是... 那個... 造紙廠的員工... 還團購喔... 七八個... 然後畫五千多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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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就是... 外拍機... 這是我自己想的... 那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 因為... 因為我記得大學的時候... 就是... 我記得有辦一些外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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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那時候... 因為我在學生... 然後... 然後... 那... 剛好那時候... 我記得... 欸... 表姊要幫我找一下那個model... 我說... 好... 沒有問題啊... 都會找到一個人... 因為... 社會人士可能... 他比較沒有機會接觸一些... 很年輕... 沒有名的... 但是... 我後來想想... 都... 每次要辦很累... 而且... 就覺得說... 那... 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給他們一些... 適當的一些... 報酬... 因為我在網路上... 有搜尋一下... 其實... 就是... 就是幫你找那個... 就幫... 就是把那個... 攝影師跟模特兒都做個連結... 上面... 就是在海情龍的大團攝影師做... 那個... 但是我就是... 因為... 他們那個可能... 參加一次可能一個人... 要報酬杯的時候... 600塊以上... 那... 我們就是... 跟他們做的區別就是200塊... 因為我們找人... 就是model不是專業... 那我們找人... 我們就找學生... 然後... 我們實在想要... 以前我想要拍照... 有些做補給的... 那我們就這樣做... 所以我們非常特別... 就是用250... 然後這個是... 四人成團... 然後... 主要是工藝的部分... 是在... 工藝金... 工藝金... 或是... 拍照數... 卡叉卡叉卡叉... 那一張... 我們可能是... 拍照數... 就是那個人... 然後我們趕快抽籤... 然後用他的比例去算... 在250塊... 額外... 對... 那就是... 對... 很容易... 對... 那遊戲會就大概這樣子... 那這個是... 因為我覺得... 從進風那邊... 我寫到一個很好的... 就是他用那個... 網路上的行銷... 那我覺得... 我們這個拍照... 因為我覺得照片是會說話的... 因為我覺得照片是... 真的很有靈魂... 看到就... 哇... 這張照片好特別... 那我不是想要這樣做...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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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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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那就是... 最後... 建議... 你的夢想是什麼... 或許你會說... 我沒有回答夢想... 我只想給你人家單... 因為我問過我四點... 那我四點... 但是我覺得... 最好奇的是... 有些人聯繫去都找了一輩子... 但是我覺得... 人生不是要直接工作而已... 要找點熱子... 要破壞傳統的思想... 要找... 對... 要做點好玩的事情... 那... 所以要答應我各位同學... 那各位朋友... 用全部的力量... 找到你最喜愛的事物... 好的... 我無論如何... 要聽到沒有什麼... 對... 慢慢來... 因為當然... 可以用我去... 要不要小器人... 讓我去找你... 要不要小器人...